五屆冠軍,九年那一屆以全本地的球員來奪標 球美世界區老部今早給大家重溫過一場初試 另外香港隊的特輯今早是第二輯 上星期在東教場的第一回合賽事 香港隊0比3落敗 很多香港的朋友都在網上 今早我們立即和大家重溫一下 看看香港隊怎樣輸到這三球球 第十九屆省港盃第一回合的比賽 就在廣州市東教場進行了 香港沒時間了,這個機會藍色衣服的 廣東隊先拔頭 你幫他漏了,然後一肩腳 剛剛漏過來這邊是不進的 香港隊長紅衣、紅褲的 由廣東隊開始交換了 下一個直線可以過來右手邊 看到謝玉珊頭緒一頂為兵 上半場的六分鐘已經替主隊的廣東隊頭緒 1比0了,廣東隊領先 這個球很快速的 由右手邊的這個是謝玉珊 勾過來中間近主線的黎兵 一升起高雲一頂頭就鑿 你看1比0了 香港隊長反撲了 1比4比4,這下似乎是 勾偉輪後面 但球賽繼續,沒事了 儘管歐衛的跪在這裏 但是球證沒有明極的 哇,有一個直線衛過來中間 看看怎麼樣 這是馬明宇 起左腳施射射高了這個球 這樣就不能夠繼續比賽 因此換入衛軍籠 香港隊只有個角球閘 未曾解圍 還要拼一腳 都未曾解圍 哇,這個球隊散得盛起了 二哥馬在右腳抽射 亦都射不做目標 這一屆香港隊陣中 年紀比較應該屬於錦輝 沒有錯了 其他一個年紀比較大的球員 張智德這場球是沒有踢 日子有15個倍是客串的 今屆的散歌杯第一回合賽事 對廣州球迷來說 長的